欢迎回到深入阅读说书会 谈判的第九个 宫心法则 双赢刚刚有提到 是一个我们最完美的一种结果 可是如何创造双赢 这个部分我还是有一些疑惑 因为毕竟我们要谈判 代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立场 可能是相反的 或者是我们两个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样你得到我也得到嘞 这个地方我想请Angel再为我们说明一下 这里面啊 我觉得这一开头 她截取了一个游记贝拉 曾经说过一句话 她说在事件完全消失前 她都不算结束 刚刚Arene她有谈到说 我们在谈判过程中容易引起的争论的因素 其实有三个嘛 主观 再来就是我们情报不对等 角色不同 观点不同 好 那这里呢 为什么我们说事件没有完全消失前 她都不算结束 我们再把我们把例子拉回到我们最前面讲的那个 那对亲子 就是赖床那对亲子来说好了 我们拿她们来当例子好了 她们的妈妈的主观经验可能是想说 每天早上都赖床上学都要迟到都要我叫那么久 妈妈的主观经验 小朋友的主观经验是每天早上妈妈一进来就是要骂人 就是可能是小朋友的主观经验 因为她每天可能经历的 那情报后 妈妈妈是已经起床了 她看到现在的时间是六点 可是其实小朋友提早教她 小朋友可能上课时间是七点半 中间可能还有一点时间 那她们之间对时间认知是不是一样 不知道 她们情报可能也不太一样 因为她们角色不一样 观点也不一样 因为小朋友想多岁也没有办法想叫她早点起来准备 好 那在这里怎么去做到双赢 其实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要做到双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要互相信任 要缩小差距 其实重点就是要再互相信任 可能这样谈判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假设这对母子 她们都没有办法解决 每天早上这场戏的话 其实这个谈判就不算成功 那要怎么去做到让她们一致呢 我觉得也许小朋友想要的是 妈妈你不要每天一早来就骂人 那我可能会觉得很烦 你一进来就要骂人 我可能只想把被子捂得更紧 没错 也许她只是想要妈妈很温柔的轻声 讲说宝贝该起床啰 或是你可能让她迟到个一次 她就会知道了 我觉得那个是她运用的手法的问题 还有她给的那个情绪点不一样 那在这个地方啊 她们的意见去产生了对立的时候 她们当然就不可能谈判成功 那她的意见对立其实有外在的意见跟内在的情绪 那现在外在的意见是 两个人的意见应该都是上课不要迟到 对吧 所以她们在外在意见可能已经达成了一致 但内在的情绪没有被安抚到的时候 没有得到需求的时候 不可能达到成功的谈判 所以也许妈妈不用强硬的方式去叫小朋友起床 小朋友可能教她给她一个闹钟 教她去设定闹钟 也许她们的谈判就会成功了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很简单的 什么亲子之间的这种小小的那种摩擦 其实做这样的谈判啊 你说有没有办法达到双云 我觉得其实达到双云是有可能的 只要你尽量去减少差异 彼此之间有那个信任 不要今天很温柔明年又来罢我 对就是谈判其实是要花时间 而且不是说靠一次 对 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有一个心态是 我只想要一次就成功 对 可是很难啦 应该是说我们要接受 谈判没有一次就成功 这个事实 毕竟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是需要花时间 对建立信任要花时间 那取得第一个信任是 他们都可以彼此承诺 比如说小朋友每天早上都会 每天晚上会自己设好闹钟 隔天早上会自己听闹钟起床 妈妈进来叫她的时候会轻声细语 不会再骂她 如果他们达到了这样的公式 那他们的外在意见一致了嘛 他们就是不要迟到上学 来得及不迟到 内在的那个情绪点也有被满足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谈判 其实就算成功了 这一块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 我曾经看过一个学生 他写的学习心得 中学生 他说整个活动中还有捣蛋嘛 那做出很多事情 他说老师没有骂我 老师非常温柔的 仔细的跟我慢慢的解释 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 他觉得很感谢老师 反而这样子 学生对老师之间是有信任感的 是有信任感的 所以妈妈不要再骂人 应该也可以 而且她的内在情绪是有被扶贫 其实她知道自己 一山对 所以她的外在意见其实已经一致了 情绪只有被扶贫的 其实他们的谈判 其实就是趋向于双赢的境界 是主要先跟大家分享到自然 因为我觉得其实里面内容 例子还蛮多的 好 例子大家就看书 对 我就是觉得一个比较 生活化一点的例子来讲了 怎么去缩小差距建立信任 达到双赢 好 这就是第九个公心法则 那请大家再期待下一段的讨论